无腹无脱 世界以无名烦恼为父 这是比如 神速把我们捆绑起来了 不自由了 是这个意思 不自在了不自由了 比如什么呢 比如烦恼 无名烦恼 沉沙烦恼 见死烦恼 三大类烦恼 这被捆绑了 而以断货贤真为父 你看看 断尽死烦恼 就脱离 六大轮回 解脱 解是解开 就是把神锁解开 比喻你从烦恼里面脱出了 脱离了 脱离了 无名烦恼 断了 无名烦恼 也断了 你就脱离 舍法界 那就是发生 吴沙烦恼 在世暴 状恼 里面 无名烦恼的习气 断 干净了 你就脱离 世暴 图 世暴 图 也不是究竟 你回归到长济光 长济光 就是自信 就是发现 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 父母未生前 本来灭目 你把你本来灭目找到了 这是真正 无伤 真正的真具 花园经上成立 妙觉如来 究竟的佛国 是谁呀 是你自己本人 是世尊常常跟我们讲的 一切众生本来吃佛 你圆圆满满吃佛了 这一桩事情 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算是 真正有保了 真正得到保证 你一生成就 如果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没有保证 成就 肯定是成就 不知道是何年何月 这个时间太长了 这个四十丁下 我们又不能不知道 真正知道了 真正明白了 搞清楚了 不再迷惑了 肯定 你下定决心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求生净土 亲近迷途 那我们就真正找到了 解脱的门道了 这个非常非常难得 古人讲的 百千万劫难造人 无量街来西游难逢的一天 我们这一天遇到了 我们再看下面 而未知 无名于发现 本为一体 发现如水 无名如冰 现象虽疏 就其本体 则无名之冰 具体是发现之水 这个比喻也别的好 无名是米 发现是绝 绝迷是一不是二 迷 是迷语发现 绝呢 是绝语发现 体都是发现 所以 迷语发现 这是四世人像 绝发现 所以 真的说 绝迷为物 绝迷为神 绝迷是一 凡神也是一 大臣叫做 入不二发门 入不二发门 意思就是你完全 真的 你通达 明了了 连边都放下了 连边就是 迷雾连边的 迷放下了 雾也放下了 迷放下了 哪来的雾啊 好像有个人 生病了 要吃药 病好了 药也不要了 这就是 薄弱经上 佛所说的 发上应时 猴况非发 非发是迷 发是帮助你 你真正 觉悟了 发就 不要了 金刚 圣上 比喻 你过 火 要坐船 船是你过 火的工具 那就是 发了 你要用这个船 渡过去 渡到 彼岸了 踏到 彼岸了 船也不要了 你要了 干什么 没有 把船 彼作佛法 没觉悟的时候 要它 要依靠它 到彼岸了 不要它了 这是教导我们 法不可以贪念 贪念了 麻烦大了 那佛是叫我们 断贪心的 不是叫我们 换对象的 好 世间法不贪了 就贪佛法 换个对象 你的迷惑 你的烦恼 没断 佛是叫你 断疑惑 断迷惑 断烦恼 不是叫你 换对象的 其实对象是空的 对象是假的 对象根本就不可等 你要换它干什么 不要在境界上去操心 外头没事 用心在内心 所以佛家叫内宇 正国叫内政 意思就告诉你 与外头境界毫不相关 不要受外面境界影响 你就是佛物色 会被外面境界影响 你是反复 外面境界 和你自己意思 就生惩恢复了 就生欢喜心 违背自己意思 生惩惠心 错了 你被外面境界影响了 你能够不被外面境界影响 你能够影响外面境界 那叫什么 那叫静随心 那叫静随心 外面境界 是为你的影响 你一主宰了一切 这个主宰就是我的意思 真我找到了 我们现在可怜呢 是外面主宰了我们内心 太苦了 这叫迷惑天道 什么时候我们的内心 能够主宰外面的宇宙 你就叫佛 就叫菩萨 静随心转 这是有道理的 有理论做依据的 我们被外面境界所转 这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迷惑颠倒啊 是反常的事情啊 悬疑里头这个比喻 无名于发现 谁也提 转无名 就见发现了 如冰是水 如水是冰 冰水一如啊 所以没有福也没有脱 阿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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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